九岁那年,一个夏天的傍晚,村里大人都洗完澡在树下乘凉,我就跟几个小伙伴玩捉迷藏,小伙伴七八个,有的喜欢躲柴房,有的喜欢躲牛棚,还有的喜欢躲厨房,而各处风水宝地之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我家茅房,别问我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,可能因为我家茅坑招财尽宝,还可能那里充满了诱惑的气息,小伙伴被其深深吸引,茅坑是几块木板搭成的, 横架于深坑之上,前可看风行,下可观战事,那天我连输几次之后突然脑子一抽,把上面的木板全卸了,然后邪恶地等他们躲进去,可我算漏了那时天还没黑,小伙伴也不是傻子,那么大个窟窿,下次才会往里面踩,我满心遗憾地陪他们玩到天黑,渐渐已经忘却了卸木板的事,当我和三哥鬼鬼祟祟躲进去那一刻,悲剧了,我拉着他,他拉着我,由于我俩是观众, 观察着四周,倒退进去的,后果可想而知,两人亲密无间地掉了进去,好一招屁股向后,平沙落雁士,扑通一声,汁水砸起三丈高,小伙伴们很快听见动静跑过来,那时农村的厕所是没有灯的,小伙伴们就有心切,七八个人一起往里面挤,毫无意外地直接挤下来两个,我和三哥刚刚站稳,正准备往外面爬, 这下又被俩二货突了回去,泥马,满嘴的金枝玉叶,这动静把他们吓住了,所有人一哄而散,边吹边喊,有人掉毛坑里了,烫达掉毛坑里了,喊声惊动了大人们,有老爸带头,七八个大人惊慌失措地往这边冲来,同样的情况,没人知道里面板子已经被拆了, 而其他小伙伴也吓得忘了说,随着老爸一声焦急地大喊,快进去看看,只听咚咚咚咚,连续几声响,从老爸开始一二三四个大人前赴后继地冲进毛坑,我们几个正哭着往外爬,手都伸上岸了,随着老爸他们的突然杀到,踩肩膀的踩肩膀,蹬脑袋的蹬脑袋,轰轰烈烈地把我们重新带了回去,这下热闹了,不大的毛坑里面,哭的哭,喊的喊,骂的骂,爬的爬, 跟一群水鸭子在即将干涸的池塘抢鱼似的,最终我们还是被拉了上来,幸好家门口有个池塘,等到所有人洗完出来后,池塘里面的鱼都有大半翻白了,可能他们也在纳闷,鱼在水中游,或从天上来,当时那刻,我这个罪魁祸首很快从人群中被揪出,哎,不说了,在场那么多叔叔阿姨,竟然没有一个人拦着老爸,那天晚上差点就报废了。